我感觉广州罗斯俱乐部 他们非常有诚心 邀请我到广州队 当教练 在沟通的过程当中 我们沟通的也非常好 最重要的是广州俱乐部 他有一个很长远的 一个目标跟想法 俱乐部也把球队全部的情况 跟我介绍了一下 在我们的良好的过程当中 我感觉就是俱乐部 这个长期的想法 跟我教练的想法 要广和比较广和 所以最后我选择了广州罗斯俱乐部 我来到这里对我来说 其实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广州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球队 有很多球员 其实自身都有很多的先名特别 我来了之后 我想跟大家要有更好的沟通 我想打造一支全新的广州队 广州首先是一个国际化的大主持 之前很多次来广州参加客场的比赛 包括全民营的比赛 我对广州的印象非常好 我感觉广州这个城市也非常有活力 非常有活力的一个城市 我也非常喜欢在这里生活 而且广州冬天的天气非常温暖 我相信广州已经跟天气一样 同样非常温暖 谢谢 下个赛季来说 新的赛季来说 对我们来说 对我们球队来说 其实是非常困难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今年这个赛季是比较特殊的一个赛季 因为给我们下个赛季备战续练的时间非常短 可能只有两个月的时间 这对一个全新的教练 全新的队伍来说 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 比较困难 因为我们的备战时间是非常非常多 目前最重要的我感觉就是 教练人跟运动员要更快的了解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再一个就是 要把我们队伍的进攻防守这种打法 这种体系要灌注给球员当中 尽快来磨合 我刚才也说到了 之前交手都以对手身份 更多的就是关注他们全队的配合跟打法 我刚才说了 其实广州队有很多球员 他们都有自己的鲜明的特点 因为他们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一个球队 我来到球队之后 要尽快的更快的时间来更加更深的了解每个队员的特点 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非常感谢来机场接我的广州球迷 确实这么晚了 而且飞机还是晚点 他们一直在机场等着我 我确实非常感动 我希望在今后的训练的比赛当中 广州球迷能一如既往的来继续支持广州的队伍 不管是我们在胜利或者在失败的时候 我们一直支持我们 我在这里非常感谢他们